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树菩萨先告诉我们其他的法门修行要增到这个不退转的难 第一个就是行诸难行就修很多 第二个是酒乃可得就修很久 第三个是祸堕就是说会退步堕落 这个就是其他法门三个难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修很多 一般来说我们讲的菩萨道六度万行 你看万行就说上万种你要修才可以成就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人来说 你不要讲你要去做 单单我们理解的部分就已经完全不能了 就是说我们连听都听不懂 那你要怎么做呢 好像荧幕的这个字 各位你会读吗这个英文字 这是我以前读医生的时候看到这个医学的名词 最长的医学的名词 如果说今天告诉你得了这个病 那你都听不懂你都看不懂 那你怎么会去治怎么去保养呢 相同的今天佛经的道理我们都不明白的话 那你怎么去做呢 其他法门的道理呢它是很深的 它不像我们念佛法门好像故事书一样 从事西方过十万一国土 有世界明月其乐 念佛法门很简单是很百话 但是其他法门是很难的 刚才释迦摩尼佛所讲的 其他法门呢你要破有无间 就是一位菩萨要把有和无呢 统统都破掉了 他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 这是正果的菩萨 那各位我讲完了 你明白了吗 曾经呢有位博士啊 就问了一位法师 他问说法师啊 佛法呢是不是说什么都空呢 那法师呢也很有意思 那法师就说了什么都空呢 那谁来成佛呢 那博士说就有道理啊 谁要继续问了 那法师是不是有说有一个我呢 就是那我来成佛 不要空就是有嘛 就有一个我 那法师说了 如果有一个我的话 又谁怎么能成佛呢 哇这位博士那一听了就晕倒了 无我也不可以 有我也不可以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各位啊 这就是其他法门的道理 其他法门呢是这样的 你听了都听不懂 不要讲是普通的人 连这位博士啊高学历的 他都搞不清楚这个法师在讲什么 有也不可以 无也不可以 其他的法门呢就是这样 道错大师讲的 你看菩萨的道理啊 是理深啊几微 道理呢太深 我们凡夫啊 根本呢没有办法体会 未成错心 没有办法呢体会的 那你体会理解都不能理解 那你怎么做呢 就算你明白了 你还要修六度万行 还要修个上万种 所以结果呢 只有一个字 就是难 难上啊 假难 难倒不可能 这就是第一个难 再来呢 龙叔菩萨说 第二个就是九 这是当然的 你明白要时间 你修行要时间 当然就很久 九到一般 我们讲的三大阿生七节 三大阿生七节的节呢 古大德告诉我们一个比喻 古大德说 古大德就讲啊 现在有个大城市 我们讲呢 现在我们新加坡就好了 我们新加坡这个大城市 那我们新加坡这里呢 肯定有小小的石头 小小的这些灰尘的 那现在呢 天上来了一个神仙 天上来了神仙啊 神仙的衣服呢 也是薄薄的 漂漂的 然后呢 这些神仙呢 就来到新加坡这里啊 好像少少一下 少掉呢 这个新加坡的灰尘 三年呢 就这样子少一次 就三年了 才做一次 就用他的手呢 去少 直到呢 这个最后啊 把整个新加坡呢 都少不见了 各位 你怎么可能 将整个新加坡少不见呢 就算呢 你不要用手 会有给你一个哨把 你拼命的少 你都不可能 将整个新加坡少不见的 但是佛说呢 现在啊 有一个人 直到有一天 他将整个新加坡都少不见了 就等于一个小节 三大圣祭节啊 就是花几百个小节 你要少完了几百个新加坡 把几百个新加坡都少不见了 一个人呢 才会修行的成佛 哇 你这简直呢 都不敢想象 这个时间有多少的啊 各位 你用手挥一挥 你这个新加坡就不见了 这就会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难的地方 就讲修行的法门啊 太久了 第三个呢 更惨 第三个呢 最难的地方呢 是退步 堕落 像刚才所讲的 你一直少 一直进步 那你迟早有一天 也会少玩的 我们讲一公一山嘛 他的孙子呢 他的真孙呢 就把这个山呢都拿不见了 但是你现在呢 你少一下 又生新的灰尘 新的灰尘呢 又来了 那你都不知道呢 你要少到什么时候了 就是说 就算你可以修很多 可以修很久 但是你修到一半呢 就退步了 各位像我们这样 像我们这个样子啊 和子三大阿神七节啊 各位 我们都已经无量节了 还是长到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会退步 可能今天呢 那修行室也进一步 后面呢 又在退九步了 像魏塞节呢 不是很多人去拜佛吗 哦 好清静哦 拜佛 拜佛 拜整天的 就回去呢 被老板一骂 就打回言行了 不只打回言行啊 可能比原行呢 更加的原行了 像刚才的这个秦桧 你看 秦桧我们看 他最后的下场呢 是三恶道 从前是 是山洞里面 这么清静的出家人啊 能够转到三恶道 所以呢 这是第三个啊 其他法门 秦桧南的地方就是会退转 但是龙树菩萨的标准呢 是比较高 他的退步呢 不是退到三恶道 而是退步道啊 变成小秤 身文 辟知佛 这些小秤人 恶秤人的果位 龙树菩萨说呢 退步道小秤啊 比退步道三恶道 更加的可怕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啊 一个众生退到三恶道啊 他有机会遇到阿弥陀佛 遇到这个佛菩萨 我们讲超度一下 就被阿弥陀佛呢 接到极乐世界去了 还可以得度 但是小秤的心态啊 就是他认为说 他现在的成就啊 就已经够了 他不想要呢 再进步了 如果说呢 有父母呢 就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啊 明明他可以考一百分的 结果呢 他一点点就满足了 觉得我四十分及格呢 就可以了 那你想想看 当父母的会怎么想呢 哎呀 虽然及格 但是还不大满意啊 你能考一百分 你要考一百分嘛 为什么刚刚好 只要这个四十分及格呢 所以相同的 佛看啊 小秤的圣人就是这样 他们是及格了 没有错 已经解脱了 没有错 但是呢 才四十分 但是小秤的圣人觉得说 我四十分已经够了 我不要再继续啊 我不要拿这个满分 我不要成佛了 那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佛们称呼小秤呢 叫焦牙拜总 焦牙拜总呢 说我们讲的这个花生一样 你去这个杂货店啊 去买那些花生来吃 虽然很好吃 很好看 但是呢 他已经走熟了 最多你吃了就没有了 他不能长出新的东西 相同的小秤就是这样 他自己解脱了 但是他没有像佛菩萨一样呢 要度所有的众生 就是他自己得到利益啊 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是没有大心的人啊 还没有那个大心要度其他的人 那地狱的众生 他没有佛法的概念 地狱的人 他没有佛法的概念的 所以只要遇到 他就能够接受 尤其念佛法门 一遇到 马上被佛接去 成佛去了 但是小秤的圣人 他是遇到佛法 但是他不愿意呢 再接受其他的 人的身体呢 死了还不要紧 最惨的是个心死了 人的心一死啊 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你看这个龙叔菩萨说 就菩萨死了 那多小秤是死掉 他发不了心 所以菩萨最担心呢 就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啊 堕落这种小秤的境界 就惨得出不来了 所以龙叔菩萨说 他宁可呢 掉地狱里面去 他也不要去当 这个小秤的境界 当然对我们凡夫来说 我们好像有些人 也不在意 哎呀小秤不小秤呢 好像小秤也不错 其实呢 就好像啊 这个呢 我们讲的没有钱的人啊 他觉得说呢 一百块呢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如果说呢 一百块比起一百万的话 一百块是不够的 而且愿望的是啊 一百块是本来我们有的 我们讲成佛呢 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们讲成佛呢 是变回原来的自己而已 我们都有这个佛性 只是我们现在迷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 然后家里呢 明明有一百万 但是觉得自己觉得说 一百块呢 就好了 这样子就很可惜 小秤圣人呢 就是那个一百块 我有一百块已经很好了 那是很好 没有错 但是你本来有一百万的 你有一百万啊 只有一百块啊 那不是很可惜吗 哦 那所以呢 要成佛啊 就不能呢 停留呢 在这个小秤的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